本地著名投資家關友元 因為不滿霹靂州務大臣 撤除他在霹靂州 經濟顧問理事會成員一職 昨天在部落格將矛頭指 向行動黨霹靂州主席尼可敏 表示對尼可敏感到失望 不過關友元發表 失望論不到24個小時 今天卻在部落格改口 向尼可敏道歉 希望作為虔誠基督徒的尼可敏 可以原諒他發文不當 本地著名投資家 85歲的關友元 今年7月 受委為霹靂經濟顧問理事會成員 不過霹靂州務大臣阿莫法醫查 日前卻宣布 撤回委任關友元 為經濟理事會成員的決定 引起關友元的不滿 關友元昨天一度發文 對行動黨霹靂州主席尼可敏 感到失望 他指出自己過去在經濟方面 一直支持西蒙四黨 但尼可敏本公正黨領袖 卻任由他 從經濟顧問理事會中被除名 不過這段文告發出不到24個小時 關友元今天在部落格向尼可敏發文致歉 他強調他是基於被革除職位 一時激動寫了抹黑尼可敏的文告 他對此向尼可敏道歉 也希望身為前程基督徒的尼可敏可以原諒他 關友元強調 他將繼續在經濟上和精神上支持尼可敏和西蒙政府 MTV7綜合報道